好那明杰事实上普丁昨天 再度对全世界释放核威胁的同时 这一次俄罗斯的军事任务之所以失败 很大的关键仍然是美军的暗注跟明注乌克兰 对这一次普丁下令 等于说俄军试射这个全球算是最新 包含俄军自己也是最新的RS-28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 特别是上面可以带多达这个26枚的MIRV 也就是分岛弹头 那这一型的核武 那这时候试射时间点当然非常的敏感 那这背后也意味说 这个普丁为了拿下乌克兰 其实已经招数用尽 那当然他最顾忌的是 这个美国跟西方持续军援乌克兰 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俄军 这场仗完全就无法再打下去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动用 他最后的王牌 也就是这种所谓洲际弹道飞弹的战略核武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个萨尔玛特的这个飞弹 其实非常的长 非常的大 你看这个长就36公尺 他的这个弹径直径 光这个弹径就三公尺这么长 那目前来讲应该是仅次于过去 冷战时期我们看到下面 这俄罗斯所有的各式的导弹 那这个是这个萨尔玛特RS-24 那他只比这个SS-19就是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比较旧型的大概短一点点 但是比这个现役的这个亚尔斯导弹来讲已经大了三分之一 那亚尔斯导弹现役来讲 他可以打到一万两千公里的这个射程 基本上已经可以涵盖美国 那现在这个最新的萨尔玛特来讲 他射程延伸到1.8万公里 那所以普丁为什么讲说 这一型的飞弹可以打到全球所有的地方 那他也号称说这是全球最强威力最强的飞弹 那我们看到基本上来讲 上面非常特殊的是说 这个上面可以有16枚 其实10到16枚的这一个分岛弹头 而且他上面特别强调 这是高超音速的弹头 Hypersonic 那甚至他上面搭载的这个核武的威力 如果放在打击欧洲来讲 可以打击大概60万平方公里 这样的一个法国 让他全混 那下面我们再看到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就是他分岛弹头 有别于过去的洲际弹道飞弹来讲 你看他的设计 这个就是HGV的滑翔弹头 这也是最新的设计 所以以他的一个末端攻击20马赫来讲 那二军号称他可以穿透所有的这个防空网 美军是无法防备 那如果看到这边 这个报导甚至讲说 如果今天投放在美国的话 一枚就可以摧毁一整个德州 所以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杀伤力极强的一个战略核武都拿出来秀 背后当然代表说 这个普丁非常顾虑 美方是不是持续在乌克兰军援上面扮演重要角色 那这两天最新的讯息是说 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奥被击沉 那背后是不是有这个P-8A的反潜机 当天刚好也在黑海活动 那是不是暗中提供给他相关的包含像定位 那让这个乌克兰的海王新飞弹 只用两枚就把这个莫斯科奥给击沉 其实这个说法先前我们就有预判过 我认为可能性确实蛮高的 除了P-8A非常有可能连RQ-4全球之音无人机 也扮演类似的角色 我们先前曾经曝光过这一张 推特上面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照片 就过去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所有这密密麻麻的光线 是美军各式的侦察机或电针机 在这一个乌克兰周边的活动 你今天如果看黑海是在这一块这个位置 这边是克里尼亚半岛 这绿色的全部都是RQ-4全球之音 那这一次讲说P-8A P-8A基本上当天从这一个 等于意大利的西西利岛基地起飞之后 沿着这一个等于罗马尼亚 这个黑海沿岸在这里 然后突然关掉巡达器 所以你看到后续就没有航机 而且关掉巡达器的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中间非常巧合的 莫斯科号就被集成了 那怎么会这么巧 当然外界现在国际观察家认为说 非常有可能就是P-8A 其实默默在周边持续去跟踪 这一个所谓莫斯科号 那当然本来它的航机就非常固定 那接下来由P-8A来空中定位 对它来讲可能可以比这个乌克兰 自己做目标获得更为精准 我们看到这是P-8A的反潜机 基本上来讲 上头有各式的反潜装备 那前面其实像这个本来 它有旧型的这个APS-137的这个雷达 现在已经换成APY实行的这个雷达 基本上它可以侦测 所有水面的一个非常小的面积 如果是大型面积来讲 比如说一艘像这种万顿级的主力舰来说 它可能可以在这个一两百公里之外 就发现这个目标 然后持续的跟踪它 然后锁定提供给这个打击的这一个单位进行打击 那所以这过程中其实为什么外界先前也传出说 二方也怀疑说是不是中间星链卫星也扮演角色 因为星链确实有可能扮演一个中际通信的角色 也就是P8A先获得这个莫斯科号的一个具体坐标之后 把它透过星链 然后传输给这个乌克兰地面的指挥所 再提供给它这个暗制的这海王星的飞弹 所以用两枚直接打它 这个非常精准的就把它给集成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命中的一个状况 确实在过去国际上是非常少见 为什么两枚都可以集成 其实后续有国际的专家也开始解读 整个莫斯科号的一个解剖图 我们来看当天命中的其实是这一个 蓝气涡轮室这个点 基本上它并没有附近并没有所谓的弹药库 那为什么会爆炸这么严重导致它沉船 因为后面这是S300的飞弹垂直发射系统弹药库 前面有这个P1000的反舰飞弹 但是没有打这些飞弹怎么还会成呢 表示它的舰体的结构 跟它损害管制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否则这一艘船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还可以继续来研究 那过去其实国际上非常多的惯例 我们如果先比较一下美国的军舰 其实过去美军经常有所谓的集成演习 就把旧的靶舰给集成 我这里举一个案例 像这个过去有一艘这个DD991 这一艘叫发夫号 就石浦鲁恩斯吉的这一个巡洋舰 那过去它基本上满载有8000吨 虽然比莫斯科号小一点 然后那时候基本上要集成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先用这个反舰飞弹 把它船体打透 其实基本上这个跟这一次莫斯科号 受到重损非常的类似 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有大概可能七八个弹孔 这些部分可能都是包含像鱼叉 这些飞弹空色的鱼叉 把它这个整个舰艇上面重创之后 那接下来呢 美军最后都会动用所谓的杀手舰 也就是动用这个潜舰的Mark 48重型鱼蕾 从水下攻击 那一般来讲 受到重创之后 非常多的这一个美军的船舰过去来说 都直接跳起来 然后断成两截 我们看到这当年试射的这个过程中 他这等于舰手这边先中弹 鱼叻已经这个打到 打到之后 你看到他的船舰裂成两半 裂成两半之后 照理说应该就要集成了 结果最后呢 你看到他三分之二的这个军舰 居然还浮在水面上 你看美军的军舰是不是非常耐打 而且这十普鲁文斯级 都已经除役的这个军舰 所以相较之下这一次莫斯科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说 他确实结构是不是有问题 这么如此的不耐打 二系的军舰是不是 这个不如外面看的 这一个这么样的威风 确实从过去的非常案例来分析 这个中间有很大的问题存在 那当然持续的军援 俄罗斯为什么普丁这次要试射 所谓的这个核武的杀手舰 当然美国跟西方的军援持续不断 那这两天 这个波兰也传出说 即将援助给他 一百枚的西北风的这个防空导弹 那西北风我们先前讲到说 其实法国已经偷偷援助给这个乌克兰 那很特殊的是他的弹头 是属于六角锥形的这个弹头 那射速可以高达2.5马克 那主要是上面搭的 佩戴的弹药有三公斤 比这个次政一公斤还要大 所以他的一个爆破威力非常强 特别是他也配备了 不管是这个触发隐性 甚至他可以用这种感应 进炸隐性 那基本上就是五人机 也可以进行攻击 所以这么多的军援 持续到位之下 俄罗斯接下来 是不是真的还能够进行这一场 侵略之战 当然也是普丁心中非常大的忧虑 好我们稍后回来